欢迎回到华视新闻杂志 裴洛西访台效应 中国大动作展开军演 冲击全球股市 不过学者警告 后续的经济效应更深更广 恐怕更需要忧心 在裴洛西抵台前夕 中国宣布暂停进口台湾100多家食品 农产品 接着再宣布暂停中国天然沙进口台湾 另外农予产品包括柑橘类水果 白带鱼 竹甲鱼 通通都被中国暴富性抵制 对于中国的暴富性抵制 台湾各产业如何应变 有没有办法自救突围 继续探讨 陪洛西旋风访台19小时 从消息曝光到行程结束 不只震撼全球 也震荡台湾股市 第一个影响 当然就是我们的股市 其实这种是意外世界 这种政治的事件 通常会引起很大级烈的一些影响 但前两天就是股市得了400多点 因为台湾的股市 现在外资占30到40% 所以这种冲击的事件 很可能外资就会再次观望 特别是台湾这种外资 特别高的半岛 这些概念都会影响比较大 军居烙台 这个跨越中线是一个常态化的话 那其实对台湾的股市 实际上是不利 如果在这个一些基本面团转 加上这个政治事件的话 台湾股市恐怕短期只有反弹 要回升恐怕需要很长的时间 陪洛西来台 触碰台海最敏感神经 更大踩中国红线 一连公布三波报复性制裁 祭出对台进口禁令 今天一早送给威武部食药署 那直接针对我们的白带雨跟竹甲雨 来禁止进口 到对岸的有7970亿公顿 的总出口量六成 占比较大的 是我们的文旦 而且白带雨的出口 百分之百都到中国市场 那基本上这样的一个出口值呢 以去年来讲 也大概是两亿七千多万 这波对台贸易的报复性制裁 从二号晚间发动 中国海关总署宣布 禁止台湾上百家食品业者进口 三号上午再暂停 中国天人沙进口台湾 接着是白带雨 竹甲雨和柑橘 通通不能进口中国 造成台湾超过七亿元的出口损失 其中被暂停出口的食品 比例高达六成四 损失惨重 可能不止一百多种 可能连接起来会到达上千种 当然这个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会是这样子的一个冲击 我怕的是后面 比如说你现在食品 虽然档关卡关 那有几货柜的损失 也许可以退运回来以后 在国内在这一波 用比较低价的来把它销售 这些食品厂它可能就 我不再增加产量了 我不再收购农仪的这些产品 去加工生产了 短期内我没有办法 有这么多的工作机会了 会不会造成另一波的失业潮 短期之内 你可能现在再架上的 在柜上的可能几千万的 这个损失一定有 在大陆的海关被挡了 有好几个柜已经挡在那里的 那一个柜都是几百万几百万 那有一些柜马上要出去的 也不知道能不能上去 可能也出不去了 那这些柜怎么办 中国禁止进口造成的影响一连串 从最源头的原物料到市场端 全都遭受冲击 因此业者喊话 希望政府出手开拓其他市场 东南亚是比较困难一点 但东北亚的市场 跟所谓的澳洲市场 这些或者美国的市场 是不是有办法真的 不要老是拿钱出来补助 政府集体的带我们所有的业者 能够出去打江山 因为毕竟我们对大陆的贸易逆差 是比较高的 那我们没有办法去避免这个点 那我们怎么这样 有效的去分散市场 日本是一个我们可以替代的市场 但是日本对我们的采购 还是有相当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小了 因应大陆的这个冲击 然后再对日本这边 能够加以力度 回顾1996年台海飞弹危机 台股大盘惨跌三千多点 也曾出现房屋抛售潮 但2022年应变机制更晚辈 这以前比较没有类似国际的制衡机制 跟国安基金的配套机制 所以虽然可能印象比较大 但是比较有这个防范的机制 我们股市是全世界跌得最凶的 这个国安基金提早介入 反而是一个好事 就是说让我们这些东西 比较容易去应用难 危机虽然不大 但是第一次 第二次你总是会shock 但是这个整个边际向是在递捡 当然房市最近有在稍微下跌 最早这个不是跟这个 因为是叫升息的一些效应 就怕说政治事件夹杂一些 基本面的反转 那这时候才会对房市 有比较大重大的冲击 佩洛西访台全球关注 也让台北关系卸下新高度 在半导体供应链 具关键作用的台湾 尤其在先进晶片制成 扮演重要角色的台积电 更是美中技术的竞争焦点 佩洛西要来访问亚洲以前 美国的众议院很快的通过了 其实也经历一番时间通过了 晶片与科学法案 投资额最高可以补贴到40% 那么台积电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 是投资计划投资120亿美元 所以如果以40% 就是可以补贴48亿美元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有25%的 投资抵减税务 有这些补贴对台积电降低成本 是有蓬足的 半导体美国已经把它看成战略物质 它希望能够在地生产 台湾的护国神山台积电 占全球晶圆代工市场的54% 对美国来说 想要维持对中国的领先地位 恐怕就得要跟亚洲半导体产业 有合作关系 再加上疫情延烧 晶片短缺 美中贸易情势变化 不仅牵动未来台湾半导体产业 也和全球政治局势产生密切联动